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聽這一期的節目 今天我們介紹一個來自探索者團隊的一個學姐 然後她要帶我們來分享她在旅行時的經驗 那我們先請她做一下自我介紹吧 大家好我是翻譯系的韋琪 那我很想請問一下學姐為什麼會想要一個人旅行 其實我一個人旅行不是說我喜歡一個人旅行 然後就開始一個人旅行 是我在後面就是才慢慢發現我去參加很多事情都是我一個人去 想請問一下學姐什麼時候開始一個人旅行 大一暑假就是第一次去綠島當個幻樹自己一個人 然後我在大二的寒假時候是自己一個人也去報名 就是紐西蘭的當志工 那你是怎麼計劃想要去火車環的 這個計劃的目的 我不管就是累不累或是怎麼樣 我就是想要去體驗事情 我就想說平時生活中有很多陌生人朋友或是同學都是那種點頭自交 然後都沒有很熟 所以就可以順便利用這個機會 然後來更深入了解他們 如果你一個一個去密人 比起你直接用社交軟體來問是最快速的 因為你直接去密人 別人對方會有一個壓力說如果我拒絕你會怎樣 可是如果我是在Instagram上面問 是等採取那種自願性的回覆 就是就代表他們一定是願意然後接受我這個計劃 環島越多天代表我去過的縣市越多 然後才發現 越來越後面的 朋友 可以算是朋友了 對 然後他們會把我的故事當成籤筒 就是他們就會說那我選一個縣市 然後你告訴我你做了什麼 一個人旅行 帶給你什麼改變或守護 太多事情就是已經擬定好了 可是 零食 對 變化來了 就直接只能這樣 可是因為也是因為有變化你才會知道 就是很多的意外的驚喜是你 就是之前都是你不會想到 沒有發覺 當你一個人旅行是怎麼做計劃 我一個人旅行的話 其實我常常告訴我自己說 沒有計劃就是我最好的計劃 我是覺得看你是要以什麼樣的性質去做獨自的旅行 因為如果你想要有比較有收穫性的 你可能要先查一下他位置在哪裡 或是他的故事 然後等到你到了那邊就不會浪費更多時間 然後你也知道就是 哦這個是建築是怎麼樣來的 就是一些就是他的背景 可是如果你沒有計劃的話 你就會發現就是很多驚喜事 你可能經過會突然看到就是 哇哦有這個東西在這裡 就是意外的收穫 可是你也同時存在著可能會錯過這個東西的幾率 那你經過很多次一個人旅行嗎 那有沒有什麼一個人旅行需要注意的地方 然後可以跟聽眾朋友講一下 一個人旅行 不外乎的最重要的就是安全 我都會每天晚上都會說 就是我到誰家了然後拍個照片 對有圖是最好的證據 講座進行中啊 你有沒有什麼遇到什麼比較印象深刻的事情 我的朋友只跟我說 可能就是二十個三十個觀眾 然後後來越接近要講座的日期的時候 就發現那個報名人數怎麼報的 當下就是已經是很緊張 可是到最後結束的時候 有一個QA的緩解 對然後我發現大家其實好像都心裡面想很多 就是聽完我的故事心裡面想很多 可是都不太敢去發問或是什麼的 所以學校很聰明就做了一個紙本的feedback 對然後我就一張一張看 然後看的時候我心裡面是滿滿的感動 就是不只對觀眾還有對我自己的 因為我沒有想到我就是只是分享小小幾個經驗 講座之後我就發現說 其實只要你比別人多一些什麼樣的經驗 不管年紀知識背景這樣子 你只要去分享出去 你得到的收穫一定是很多的 就是你真正需要的只是你踏出第一步的那個勇氣 其實在後面就是都會損的 因為只要你想太多 你想的更多 你就會不敢的更多 對對對 那我們今天很謝謝學姐今天來跟我們分享 謝謝學姐 謝謝 謝謝 掰掰